近年来高雄市亚洲新湾区 成为国际新级饭店的插旗重点区域 随着边境解封的到来 业者也将如何抢下消费解封财 列为重要业务 而位居北高雄的饭店业者 也乐观看待竞争 不位居来自亚湾区的挑战 事实上酒店这边对于各家酒店 插旗高雄 我们是持乐观而开放的态度 因为现在刚刚解封 国外旅客还没有大量涌入 但是现在我们平日的住房率 变有五成 在假日高达有七八成 甚至九成多以上 所以面对各家国际级酒店 插旗港都 我们也希望能够带领大家来 感受一下高水准的旅游品质 顺便也提醒大家 如果之后要享受这样子 国际新级酒店的服务 不妨趁现在可以上线上旅展 来购买餐券跟住宿券最优惠 国门的开放虽然会对饭店业 带来帮助 但是在全台消费大饼的瓜分下 如何留住国际型观光客 在高雄消费过夜 依照目前市区新级饭店的邻里 是否会面临功过于求 升多周少的情况 高雄市议员陈丽娜 也建议市府观光局 应加速协助业者 推出定点旅游 时速套装行程 吸引观光消费 减轻经营竞争上的压力 新的一些国际型的饭店 还是选中了高雄 来高雄建设开业 我觉得是一个好事 高雄本来就是一个蛮漂亮的地方 而且很多地方是值得大家深度去旅游 但是因为毕竟以全台湾的旅游能量来讲的话 高雄似乎每一次都不是首选 每次大家都是经过高雄 然后去墾丁 所以我觉得高雄市政府还要努力 怎么样让亚湾区有这么多的新饭店的进驻 能够顺利的让他们经营 事实上必须要有极大的吸引力 怎么样去营造观光的景点 不是只有表面还有内涵 怎么样让大家觉得这个点是值得大家来一看的 或是深度去做旅游 甚至是多停留几天 那这样子旅游饭店或是饮食业者都才可以受益 明年上半年度就有三场以上的外国艺人的演唱会 也会为我们带来不少的一个受益 事实上在这个演唱会消息公布的当天 我们的房间就是有感受到这个秒杀 这个粉丝的魅力 所以不管是套装行程还是说大型活动 对我们这个观光旅游业者来讲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近期高雄市推出的观光活动西克力十足 也引起全国瞩目 但游客多数路过 不选择停留整天或椰树高雄 随着解封的开放 是否可以获得观光客的青睐 可能需要加速及时广益 提出配套办法来强力行销 好抢得解封才这份观光大饼 记得李嘉隆高雄采访报导